我是属于一个迷失了方向的90后 他的梦想就是他想要把他自己的面对给做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面对这样的90后 你有什么梦想 不知道 我有发现到90后有一些人呢 他本来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我要当画家 但是当我跟父母说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哎呀 画家是因为赚钱的 画家是死了过来才出名的吗 那你可能赚钱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就把这一个人物放进去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舞台剧的表演 都会非常的夸张 然后表情猙獰啊什么 那其实是因为舞台剧前面坐着的观众有30排 甚至100排 那如果说我做得非常小 100排过后的观众都看不到我在演什么了 大家说舞台剧的人不能去演影视 这一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判断 很多在线的出名的演员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剧场出身的 可是你看他们在影视上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说影视的人能不能去演舞台剧 他必须经过一段的洗礼 我始终觉得表演的基础是一样的 不管是舞台剧演员还是说影视演员 其实都是演员 我想知道如何跨越这间 你会觉得很无奈 就是当人家问你你几岁 我说我二十几岁 哦 你们就说90后做事没有交代啊 没有礼貌啊 目睁张 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表现在90后的身上就对了 明明很上进很积极 但是就因为这些偏见 就马上就表现在你的身上说 你就是这样啊 是不是对90后非常不公平 70后当他们在社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所以大家也就只好跟随着社会有的东西去做 然后再去发展没有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停地在打拼 所以你看70后的人 他们只要做好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就好了 因为他们就在打拼的年代嘛 80后他属于一半了 网络有了 但是又不是很发达 他们肯定会比较保守的 我好像做什么都有点危险 先把所有的那个 全部立下来 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保险 那我就做保险的东西就好 90年代的时候是我们科技发展最迅速的 来到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什么都有了 那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还怕什么 我们就大胆地去尝试啊 失败了我们还有各种 各种可以尝试的机会 如果连自己都忘了 你自己心中的90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90后又是怎么看你们的呢 如果你想更了解90后 请来看90音乐剧 如果90后你想知道自己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 也请你来看90音乐剧